随着疫情趋缓以及国内的防疫政策解封 售丰香农会的果宴西瓜在今年逆势开出红盘 也创下了开源不到十天及销售一空 而不得不停止接单的新纪录 那么这也让许多的消费者没跟上脚步感到相当十分可惜 不过这个售丰香农会在果宴西瓜之后 接着接续推出了果宴梨 口感与品质是不逊于日本的品种 许多消费者都喜爱高山梨的香甜 以及日本梨的绵密口感 还有那一口咬下去之后 清凉香甜的梨汁在口中榨开的幸福感觉 而收封香农会历经十多年的福岛改良后 才推出严选果宴品牌系列的果宴梨 其口感与品质不逊日本品种 而且属于种植难度与成本都相对更高的平地高阶梨 那我们果宴梨来讲在寿风已经大概十五六年了 那这个品质都获得这个我们消费者相当的肯定 那今年的测的糖度大概有15度左右 算是相当甜 因为今年的这个气候关系 它雨水比较少 反而是这个水果的部分会比较甜 目前种植面积的因为这个老农化的状况 这个也是面我们农村的这个乡村的状况 会发生的这个问题一样 就是老农化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那目前受风种植的面积应该是不到三公顷了 现在包含我们在地的这个开源这个园主 年纪也七十几岁 然后最近身体状况又不是很好 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有这个想要来承接这个高经济价值的这个 这个梨的这个青年农民愿意来这边 我相信我们这个园主 它是非常乐意教导我们这个青农 如果可以延续下去我们受风的产业才不会断掉 国宴梨通常在农历过年前进行接岁开花期 如果遇到天气太冷或潮湿下雨 无法顺利授焚灼果 就十分容易影响到当年的收成率 国宴梨以黄金梨的品种为主 受风箱地处花东重谷北端 国宴梨园区都靠近中央山脉 温度以及湿度都适中 才友善安全的方式来栽培 在花园地区的话 全省花园地区的话产量是不多 我们最重要的是品质 也不输别县市的 我们这边的口感跟外县市 绝对是不一样的 肉质非常细 水分多 水分多 骨验里的口感独特而香甜 通常建议您连皮一起使用 将会有更好的风味 而如今已经连续多年获得消费者的肯定 这几年更销往国内各大 五星级饭店来使用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几年获得消费者的肯定 我们下号 来到小匹定 1 犹 谢谢观看